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先来放个歌 为你有些看 我很棒 我今天不是刚睡醒 我今天有好好的起床写作业 然后还有吃饱饭 才开播的 我很棒 今天因为刚刚 我刚刚原本有预留个 20分钟要化妆 可是 就是在跟 团员讨论一些事情 然后就 忘记化妆了 就只用了5分钟 所以 想说趁这个机会 来 来教大家一点 小配薄 既然 既然妆都这么淡了 那我来介绍一下 不是 120分公升校 不是 我现在只有遮瑕 跟眼线 还有 唇膏 美妆教学又来 对 今天是美妆教学的时间 所以今天要做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歌会不会太大声 还是还好 这样你们听得到音乐吗 听得到吗 直男拯救台 对 我现在是 我现在刘海没有看 然后 现在要从一个很很很 厉害的步骤开始 今天 就是只画半脸 我只画这 我只画 只画这边半脸 因为这边眉毛露出来 所以应该很明显 然后这边半脸我就不画 可是 遮瑕还是会 还是会留着 所以我现在要来做一件事情 遮卸妆 所以我现在要把眼线也卸掉 跟遮瑕也卸掉 当然遮痘痘部分 我还是会留着 我不可能把遮痘痘遮瑕也卸掉 太可怕 对比 对比会比较强一点 就是我只画 我只画只半边这样 可是遮痘痘的那个 遮瑕我还是会留着 直播卸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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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怕 阿潘的黑眼圈很可怕 可爱 可爱 超可怕的 超可怕的 这个黑眼圈超可怕的 光是这个黑眼圈 就第一名了 光是遮这个黑眼圈 就可以花我五分钟 直播卸妆 只要有颜色好评 我只要涂一纸而已 是在 是在好评 而且我就是试用 早点睡好吗 没有 这是过敏儿的通病 好不好 这黑眼圈很强 对不对 很强对不对 所以阿潘现在都差不多就长这样而已啦 这多几颗痘痘 的那种感觉 没了 我两个现在啥都没有 我剛是連那個 連那個叫啥 那個 防曬都還沒上 所以我現在從防曬開始 我去拿一款 現在是近乎素顏的狀態 現在從 從我的卸妝 卸妝之後 然後會一天的開始 就是除了保養以外 然後會用這個 還好啦應該是因為有 什麼 什麼開美肌美女嗎 這是我的防曬 然後通常 就是防曬都會先用在手背 記得手一定要洗乾淨 才可以開始化妝好嗎 大家 把這邊當化妝做好了 借過一下 這樣 我第一次在這邊化妝也好尷尬喔 從這邊開始 從我的 防曬開始 防曬很重要 就是化妝之前一定要上防曬 然後今天示範的大概都是眼妝的部分 我也不知道我剛剛這附近有沒有洗乾淨 因為我還是有上一點點腮紅 這樣你們應該看不出來 然後我剛剛這邊有塗一點點那個遮瑕 所以就不會去用到 我今天上妝只上半臉喔 我今天上妝只上半臉喔 就是上舞台妝給你們看 就是舞台妝的話 你們直播應該會比較明顯一點 直播大家應該會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然後防曬一定要塗均勻 不然臉上就會白白的一塊 很好笑 會非常 鼻子也要好好的塗防曬 像我鼻子通常都不會 連粉底也不會上 因為基本上我的鼻子是乾到一個爆炸 所以啥都不會上 然後再來下一步 如果是要上五台的話 我就會用粉底液 粉底液會讓皮膚看起來比較好 粉底液 粉底液 來 通常前面還要再上一個 那個叫試底露 就是試底露 就是 有粉紅色的 因為會讓皮膚看起來比較不黃 可是 因為我的試底露用完了 然後還沒有找到喜歡的牌子 所以就先不買 等一下聊天室自己聊起來 你們在幹嘛 今天要畫對比張 對 剪頭髮看髮尾 我還沒 我沒剪啦 我沒剪喔 沒有這邊是 這邊是有畫一點點 就是這邊 這邊你們可以把它看成是 一個 就是平常日常妝的感覺 我這邊還有畫臥蟬 雖然直播就是 基本上因為有美肌的關係 你們傻也看不出來 我好像擠太多了 好 算了 就是一個浪費的感覺 然後 通常會像這樣子點在臉上 姐姐有說素顏不可以開播 但我沒有素顏開播 我有畫半臉 我通常會 先把那個粉底液點在臉上 然後再 輕輕的推開 為什麼要輕輕的推開 因為如果用力推開的話 我的皮膚怎麼乾 馬上就脫皮了 小不好 然後額頭我就先不畫了 嗯 就倒面得快了吧 我只畫半臉了 明天 另外半臉就把它想像是日常妝 因為的確日常 出門的話 是這個人還不錯 然後 像 這邊比較暗沉 像下巴這附近的話 比較暗沉 就會上比較厚的粉底液 像法令紋附近 大家都會有法令紋的暗沉問題 像這樣子 通常上完粉底液 看起來皮膚就好了 就是我懶貝吧 然後 哈哈 我剛才每天一抹到我的遮瑕 所以我痘疤跑出來 這個時候 上五台啊 就是 如果只是日常的話 我就會用CC爽感 可是上五台就會用比較厚的東西 像是遮瑕棒 我就用遮瑕棒去遮瑕 然後因為它快用完了 所以我用手去挖 然後 然後 上在黑人分附近 用輕輕打的方式 比較厚的話 看起來就沒那麼尖 對 可以像那種一人分式兩腳 可是不行好不好 平常呢素顏就是素顏 對皮膚也比較好 對啊 我這兩天決定我再也不要化妝去上學了 我快笑死了 可是聽說那個欸 聽說有大一的知道我欸 我覺得很害怕 很害怕 所以我最近上學的時候 躲躲藏藏的 然後這種遮瑕的缺點 就是它不能上太厚 它如果上太厚的話 你看起來就會 該怎麼說 就是會卡粉 然後我不知道為什麼我臉都要沾到黑黑的東西 呃 什麼叫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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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麻掉了 很好 它旁邊會常被那個 是這張棉擦手 因為它好像手上疊滿了各種奇怪的粉 我覺得有點噁心 就是隨時一直擦手 然後等它乾的再進行下一步 通常化妝會拖到時間 都是因為一直在擦手 下巴上太多會變長嗎 不會變長 你可以戴口罩啊 姐 有我有我有戴口罩 我就 就 戴很多有的沒的東西在遮臉 超好笑 我最近超怕被認出來的 然後還有像這種痘疤就會稍微遮一下 遮瑕膏建議不要去推它喔 推它的話第一個會脫皮 第二個就是它根本就不會遮瑕到 你把它推到太薄它就沒有遮瑕意了 然後用手指慢慢的點上去 一層兩層三層這樣慢慢點 然後上舞台還有一個地方是 就是像鼻子周圍不是都會有一點點暗沉 然後我就用粉紅色的 c 一點點 痕 痕一點點 像這樣 真的很一點點 超一點點的 就是 雖然皮膚會變得很乾 可是 可是畢竟上舞台你們也看得出來 我皮膚乾不乾 呵呵 然後先生這樣子上在鼻子周圍 讓它看起來比較亮一點 應該看得出來吧 因為這邊就是暗沉的然後這邊就是涼的 然後再來就是上粉餅 然後粉餅就 平常現在也都是用這一顆啦 跟你們介紹一下那個小巨蛋那天差不多妝是什麼樣的 就是用粉紅色的 不是紫色的紫色的對紫色的 顏色我直接認不得我快笑死了 紫色的蜜粉 然後會在 黑眼圈這邊用的比較重一點點 未來要遮掉我的黑眼圈 因為黑眼圈真的太重了 然後還有像剛剛有 做兩層或三層遮瑕的地方會上比較重的蜜粉 其他地方就是水源這樣子拍過去而已 就是一個定量的效果 這是花哥哥的薪水買的嗎?對 他不會化妝啦 怎麼化妝 整個就是在憑我們看不到你臉上發生什麼事 這張應該要叫任品君來看的 為什麼任品君不化妝嗎? 其實大醫生是我啦 最好是啦 阿貴都幾歲了 在座的叔叔買 那個試眼線的印子還在喔 對啊 我跟人說我化妝畫了很久 有一半都會是因為那個 就是有時候 眼線會上不去 或者是畫得很醜 就要一直試 好像這樣 壓一下粉 這樣兩臉 兩邊其實應該就有一些差別 拿剛剛寫作業的紙來做一下分隔 東西看得掉 然後我剛剛在算那個 統計的紙來做個對比 這樣 這邊是日常妝的部分 然後這邊是有畫粉底的部分 好好畫粉底 好好畫粉底的部分 應該差蠻多的 瞬間有差了 對吧 用哥哥錢化妝直播不透 不透 差蠻多的 就這邊瞬間白了呀 白一波 Magic Magic 可是日常的話基本上都是右邊這個臉出門 就是 比較自然一點 平常不會有人蓋很厚的粉出門吧 很怪耶 然後 再來下一步 我通常要先畫眼線 眼線的話 我畫右邊這個就是日常妝的眼線 就是 淺淺的一條 這樣 很慢了 你這邊都喜歡 真的嗎 哥哥是不是看著直播在躺淚 哥哥都想哭了 再來畫另外 畫那個眼線 好煩喔 抽到一個 哈囉小樹 直播化妝教學 可是最後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阿潘就是其實是只要有遮黑眼圈 然後只要有畫口紅 就可以出門的人 這樣上場也蠻帥的 阿潘是不是有變漂亮 阿潘哪有變漂亮 有嗎 阿潘現在只有畫粉底耶 哪裡 說啥呢小樹 然後現在要畫 要畫眼線 眼線的話就是 照我之前教學的 就是都是畫下垂眼線比較多 所以下垂眼線的話 就是照著眼睛的 眼睛的弧度 阿潘 你也用這支 真的嗎 找回來 這支真的很好用耶 可是我最近覺得它好像有點會暈開 所以有點想買新的 可可 阿 對不起 我失手了 我失手了 各位 我飛了 不小心飛一波了 變成很飛的眼線 糟糕 這種時候要擦乾淨 因為眼線會掉屑屑 絕對不可以沒些乾淨 好想喊 好喔來來來來 要等它乾一下才可以滑 GG Round 1就失敗 不行 我們NG一下好不好 我們NG一下 我們NG一下 FLAG 對著直播畫眼線那個 手感超不一樣的好不好 等一下我要對著鏡子畫才行 我告訴你們一個很好笑的情報 我告訴你們一個很好笑的情報 就是我有時候畫眼線的時候 嘴巴不自覺張開 我會這樣 有時候畫一畫 然後一把我嘴巴開開的 嗚嗚好醜喔 樓下丟紅包 不要丟紅包 很難 然後 因為演唱會的話 通常 欸真的丟紅包討厭鬼 我搶到了可可 然後 那個 通常演唱會啊 眼線會拉比較長 可能你們也看不太出來吧 然後 眼線拉比較長之外 還會畫比較厚 我現在加厚給你們看效果 怕各位看不見我閃亮亮的大眼睛 所以都會畫得非常之厚 然後還會畫內眼線 平常出門根本就不會畫內眼線 真的太麻煩了 喔我還是會畫啦 就是為了 心情 看心情畫的 嗯 嗨 喔上面有點髒髒的 等我一下 真的很守殘欸 怎麼辦 這是各種守殘日欸 平常畫的地方根本就不會守殘 現在是在守殘傻啊 內眼不怕搓到嗎 不會啊 等我一下 這邊很難嫁鏡子 難怪我平常不在這裡畫妝 我平常都站著化妝 然後就會站到覺得人生很累 我補一下內眼線 很好喔 鏡子掉下去 欸 咳 比較不合的啦 不然我要用蜜粉 用蜜粉的鏡子就不會掉了 可可 然後蜜粉掉下去就會心痛 就會聽到心碎的聲音 阿潘心碎的聲音 因為都是錢 我現在眼線一直掉屑 我發那麼適了 My gosh 真的很可怕 他在狂掉屑 究竟是我眼睛的問題 還是眼線的問題呢 好囉 這邊是就是有演出的時候會畫超厚眼線 然後這邊是平常出門的超薄眼線 兩邊應該看得出來差超多吧 是不會怎樣 你眼球來我畫畫看就知道 來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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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 幫你畫幫你畫 阿潘守藏紀念日 內眼看過畫到眼球 好痛喔 為什麼 可能是因為不在習慣位置 對啊 差超多的好不好 你給我弄掉又要賣 看得出來吧 差超多的 這個超厚 然後超粗 然後這邊就是隨便畫畫一條過去 尾端真的有差 這邊也有差 就是 呃 我要翻眼皮了 呃 就這邊很黑 然後這邊啥都沒有 這樣 很噁心欸 剛剛那個畫面超烈奇 好不 然後通常會畫得再完美一點啦 因為現在在直播 我想要不要畫那麼細緻 不然你們要等一輩子欸 真的畫起來可以畫個一個小時的 那天小巨蛋啊 因為有先彩排 然後後面才正式唱唱 然後我原本想說 我是不是該 就是 我其實有帶卸妝的 因為我怕我 彩排跳太用力 然後妝都掉了 這樣至少帶個卸妝的 我還有round 2可以畫 等你一輩子 好 哇 哇 大家好棒 大家要等我一輩子 那大家我們下輩子見喔 大家我們下輩子見 笑不好 好了 眼線像這樣 結束 然後再來下面就很輕鬆啦 下面就是 腮紅 我會先上腮紅 腮紅 又是哥哥的薪水 到底是會畫多久 請問哪邊可以一起投胎 什麼東西 他會一直等你又好好來看 欸你們不覺得我洗牙之後 牙齒變白嗎 我心情好好喔 我這兩天好愛笑喔 我的牙齒好白 心情很好 不知道在開心什麼 然後 我的腮紅跟一般人不一樣 我會上在這裡 我會上在這裡 就是上在眼周一點點 然後往下延伸了這個三角區塊 就是 這個叫蘋果肌的上方 因為我的臉很 很瘦 所以 要上在這裡會讓整個臉看起來比較飽滿一點點 然後 為了要上台演出就會 畫得比較重一點點 直播的時候也畫得頗重的 就是平常直播如果你們看得出來我有畫腮紅的話 那個腮紅都是紅到可以去唱呱語的程度喔 然後我通常會延伸過來眼袋一點點 就是讓它看起來比較自然 周圍要比較健常一點 這樣刷其實你們應該就看得出來有刷腮紅的 這邊看起來像沒刷 可是其實這邊有刷 這邊其實是有刷的 就是刷這樣子而已 一個彎曲的地帶 然後這邊是刷一整片 這樣你們應該就看得出來吧 這個差別之明顯的 你那時候聽起來像自誇 對吧 洗牙會變白呀 超白的 我很開心我現在很開心 刷魚是怎樣 就是刷魚程度啊 然後再來要畫的是 要畫的是眼影 眼影的部分 因為我不想一直把刷子弄髒 所以我就直接把它套在塑膠袋裡面用 眼影的部分 之前說過因為有阿潘三恰郎 然後也不知道要買什麼顏色 所以就一直都是跟腮紅用同一顆 都是用同一顆 同一顆就可以做出很多效果囉 然後這邊通常會用小的刷子再補一點點 因為這邊一定要是最深的 就是眼周 有一點點延伸到眼睛的感覺 我要洗潘 今天是阿潘的舞台妝教學 然後 眼影的話會上到這邊 整體都是舉的 整體都是舉的 有些人會選擇用眼 會選擇用眼影底膏讓 眼影看起來比較明顯一點 可是因為 因為我的眼睛本身就 不知道為什麼就蠻顯色的 所以我也沒有特別去買眼影底膏 如果有興趣的人還是可以去買啦 聽說比較不會浮粉喔 然後 另外 眼影會在 這邊 就是在 雙眼皮的地方會上的比較重一點點 這樣眼睛看的比較酸酸 漂亮 然後這邊是平常出門的樣子 就是不會畫眼影 只會輕輕的掃過去兩下 然後就出門了 然後這邊是有畫眼影 然後 另外一個阿潘章的重點是 這邊一定會上眼影 我的下眼睛 也就是 雷帶的地方 重點上工認真畫 上課隨便畫 沒錯 阿潘也是本來就繪畫章 還後來才學的 慢慢學 洗牙不會變白 要美白才白 可是我說 就是真的是 過了八年才去洗一次牙 所以看起來就很明顯啦 然後我的 雷帶這邊一定會上眼影 然後會上的比上眼影再重一點點 就是讓我的臥蠢看起來很明顯 因為阿潘本來是沒有臥蠢的 所以要上多一點 看起來像是有臥蠢一樣 騙你啦 就是騙你用的 我來看看 Magic 這樣看起來就會像是有臥蠢的人吧 可可 有些阿 醫生會順便冒一美白 真的嗎 所以我是遇到順便冒我美白的醫生嗎 那我以後真的都要去那一家看了 這個醫生也太好了吧 他也冒我美白 這麼開心啊 像這樣 Magic 炸氣臥蠢 沒錯 炸氣臥蠢很多部喔 炸氣臥蠢第二部 炸氣臥蠢第二部來了 這個東西叫做 雷帶閃亮亮 blablab 好我不知道他的名字 總之我覺得 其實這一支沒有到特別好用 我之後會去買別牌的 所以我原本用的那一支用了 然後他又停產了 這支是來自Canmake的 然後 因為我還不太會用 所以我會先用在手上 就是我會先沾在手上 他像這樣亮亮 我不知道你能看不看得出來 這邊有一點點亮亮 一坨像 一坨液體 對液體 然後沾了之後會用手 用小指 這樣子 然後眼睛會往上看 避免 避免去戳到眼睛 然後一樣是打在臥蠢這個地方 這個時候就會知道一件事情 大家要記得準時剪指甲 不然就是有一天會被自己戳下來 知道嗎 大家要記得剪指甲 不然會像阿潘一樣 很怕戳到眼睛 很痛耶 剛剛每一戳到了一下 痛死了 因為他是液狀的 所以要等他乾了 才可以再一層一層慢慢上上去 小巨蛋那天眼睛會特別閃亮是因為有另外一層彩中老師幫我上一層亮粉 因為那個我沒有買 我之後應該會夠軟 然後上了之後就會有一點點亮亮 這樣 然後我現在覺得有點熱 為了要表現出當天那種很閃亮的感覺 應該還要再加一點點這個 就是平常在用的 建議大家如果想要眼睛閃亮亮的話可以去購入像這種 就他是眼線 可是他是亮片的 然後我的真的是用完了 需要像這樣子倒出來才用得到的程度 真的是直接倒耶 很慘耶 啥都沒了 啥都沒了 今天指南拯救台 對 今天是舞台裝Ver 就是 舞台裝版本 然後一樣上在臥彈 他的亮片比較明顯一點 你們一直以來看到的阿潘閃亮的眼睛都是用這一罐做出來的 然後他現在因為沒了 所以我現在在等他流出來 哥哥表示沒錢啦 對 哥哥表示沒錢了 嗨 跟著我玩一下 п 不知道你們看不看得出來 我覺得你們應該看不出來 這個美肌 這個美肌真是要求強的 你看看我玩喔 キラキラしている ここ 見えないか 見えないか 然後 再來會收拾一下桌面 然後拿咖啡色的眼睛出來 給點模糊對焦對不太到 對啊很難耶 很難對到吧這個 統統面試中確認是那個跟台灣人講日文的阿盤 對啦 好像被浪的話只是蓋掉了一些 對 然後再來會拿咖啡色的眼影出來 就是平常你們看到的那一盒 然後會上在雙眼皮的地方 那眼睛看起來很深邃 這邊就跟平常化妝步驟其實沒有差太多 只是未來舞台效果所以畫上的 通常會上的很重 像這樣 一層一層慢慢上 然後確認效果 一整盒蓋下去 不是一整盒蓋下去什麼東西 像這樣 那眼睛看起來很深邃 眼睛看起來很深邃 再繼續下去就會晶到眉毛的部分 對阿盤的妝已經快畫完了 對其實阿盤的妝只簡單 就是眼影 它就是咖啡色的眼影 然後會上在雙眼皮的地方 這個你應該之前有記錄到過啦 其實 如果我認真看我上一堂指南拯救科 應該就會都知道 然後再來上 鼻影 鼻影通常會從眉毛的 頭這邊 這裡 這裡 畫下來 然後這個要注重一下粉的 量 不然一失手就會變得很像骷顱頭 很可怕的 它從根部 然後連這個三角形的區塊一起畫 然後畫一條線下來 順著鼻兩鼓 畫下來 畫下來 然後用手稍微把這邊 暈開一點 避免自己看起來像顆骷顱頭 好 至於鼻影的效果 我相信你們等一下就會看出來了 因為我做左右對比的話 那個 應該會差蠻多的 不曉得螢幕上看起來明明顯 如果直播後面有時間的話 我還是會把另外一邊的妝畫好啦 不然看起來很可怕 就是兩張 直接是兩張不同臉 直接是翼龍術 各位 大家要知道化妝是翼龍術 不要隨便學 然後我的痘疤露出來了 妖雖狼喔 兩邊鼻子 直接是不同高度 直接是不同高度 我覺得很可怕 這種東西真的很可怕 化妝真的是學不得喔 差超多 炸七素喔 炸七素喔 今天是阿堪炸七素台喔 可可 然後再來會上打亮 打亮的話我 這兩天也有在用 就是跟剛剛淚帶同一隻 這種硬狀的 然後會上在這個地方 跟這個地方 跟這裡 跟這裡 然後把它用手開開 就看起來有點蘋果肌的效果 然後鼻樑骨看起來就更挺 超級無敵挺 超級無敵挺 至於鼻樑骨 就沒有兩個 就沒辦法做對比了 不要這樣 我只有一個鼻子 我只有一個鼻子 超級無敵 乍看以下以為我眼鏡歪了不平衡 然後還有眼影啊 有上面這一格最亮的 最亮的我也會上在鼻樑骨這邊 就是打兩層打亮 讓自己的鼻子看起來更挺 直接突破天際 然後會在鼻頭也打亮 你們看起來這樣 就是很多人皮膚看起來很好 會閃閃發亮 都是因為這樣啦 咳咳咳 它都是用亮粉去撐的 咳咳咳 都是被人的啦 打好了 這樣臉就看起來很 很立體 下巴就不打了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下巴已經夠凸了 再打壓就會出事 通常有些人會在這裡再繼續打亮 但我不行 我在打亮會出事好嗎 我下巴會突破天際 會突破天際 不要破壞大家的夢 我既然就是來突破大家的夢呢 就是來破壞大家的夢想 就是偶像的真實 大家卸完妝之後都很可怕的 不是啦開玩笑 我開玩笑 可是大家都說我卸完妝跟 就是有上妝沒上妝 其實根本沒差很多 因為那個啊彩排 那個 反正就是 星期 星期五吧 對 星期五是彩排 然後星期六是正式小巨蛋 我們星期五那天練到很晚嘛 然後大家準備要回家的時候 我就在公司 然後 姐姐那邊有卸妝棉 然後我就跟她借人 然後我就開始現場卸妝 然後卸一卸 然後我就想說 然後我就故意一直卸半臉 然後走過去說 欸欸欸 before after 然後他們就說 我根本沒差好不好 走開啦 oh sorry 然後會用染眉膏把我的眉毛染淺 然後這個時候就會覺得 眉毛好像有點砸 就會拿出那個修眉刀 把周圍砸毛修一修 然後我修眉刀去拿 大概日常 不走路 這個時候就會順便 趁著有畫眉毛的時候 就會發現有點砸毛 就順便把它修掉 應該不至於看她素顏秒除 可能我覺得很難啦 大家都還年輕喔 把上面砸毛修一修 至於雙眉毛其實也沒什麼太大的絕招 就 雙眉毛就只是把眉毛 原本長在眉毛 然後以外 鬼道以外的地方修掉 像這樣吧 像這樣 像這樣 到這邊前兩張臉就已經長得很不一樣了耶 還沒畫完耶 這個要小心耶 不會啦不會啦 我還沒有修失擺過 然後再來 要進行一下 幾乎算是最後一步了吧 對 最後一步了 對我來說是最後一步 最後一步 就是我的 睫毛 居然還在畫嗎 睫毛就結束了喔 我畫完睫毛就結束了 我畫完睫毛就結束了 睫毛就先把它夾翹 如果三七二十一先把它夾翹再說 如果真的怕的人啊 可以是 可以像這樣 就是眼睛半開著的狀態 然後夾到上睫毛之後 然後瞬間閉起來 然後閉起來 然後只要手動就好了 手往上慢慢夾 它就會翹了 可是因為我的眉毛不夠濃 所以你們也看不出來 我睫毛只要翹就日了 這個美肌真的是美得很浮誇齁 痛 什麼 上面那個也很髒髒的 我把它擦掉 奇怪 然後再來就是刷我的睫毛膏 關掉看看有美肌功能嗎 找一下 真的有這個功能嗎 白皙關掉 磨皮關掉 紅潤關掉 看 看 它好像原本就有一點點了 結果沒怎麼擦 我也覺得 還是把白皙開起來好了 不然我房間的功能不太夠 就變爛一點 嗯 你看到兜兜貼的都還被你看見了 可可 磨皮關掉就蠻明顯 等我一下喔 拯救一下我可憐的鼻子 我鼻子超容易脫皮的 我腰來了 那個腰來了 那個腰來了 很醜耶 認真醜 我覺得還是要把鼻子的妝卸掉 因為我鼻子真的是很不舒服 現在 還有一個脫皮 把鼻子的妝卸掉 因為鼻子真的有點痛 然後我要是鼻涕 鼻涕 有鼻涕的人 最近天氣變化很大 大家要注意喔 我感冒才剛好 鼻子超紅對吧 就是 一定得上那個CC去蓋 不然其實鼻子紅很容易就被看出來 我就是只要醒兩次鼻涕 然後就會開始脫皮 超噁心的 阿潘不要哭 阿潘沒有哭 啥 為什麼變成阿潘不要哭 為什麼會歪樓歪成這樣 笑不好 可是其實阿潘現在有點熱 萬萬那天結束後有多少人中標 天啊 超多人中標的耶 超莫名的 可是我那天結束之後沒有中標 我沒事 我很好 然後我先拉上睫毛膏 這樣想一想從夏天到現在真的很多活動 好開心喔 我們的活動是不是越來越多了阿 大家有感覺嗎 感覺活動越來越多 現在在刷睫毛膏 我刷睫毛膏之後通常睫毛會掉下來 所以等一下還要再重夾一次 然後我還會刷下睫毛 通常會刷一下下睫毛 就會讓眼睛看起來更大 可是刷下睫毛超容易刷到就是整張臉都黑黑的 很可怕 因為它很會掉屑 這個好像也就是化妝品的牌子選擇的問題了 然後現在等它乾一下 我把上面夾翹之後再刷第二次第三次 然後我要去開一下送口囉 其實我真的有注意到我房間裡面好像就真的是電腦前面會特別熱 因為我剛在這邊寫作業的時候也覺得很熱 可是平常晚上睡覺是完全不需要開的 很神奇吧 要刷這麼多次 對 要刷兩三次 才會讓睫毛看起來特別俏 然後現在可以先夾了 因為它是快乾型的 我還是得看一下鏡子 讓真的怕自己嚇掉 那已經夾到眼皮很痛耶 這個東西夾到眼皮超級無敵痛 所以我當初每天都在練習 然後有的時候啊沒有夾好 然後就會整個眼睫毛只會變L型 超好笑然後就會被大家笑 大家那時候剛開始學話的時候 他們都是在互笑說 欸你今天又L型了 就是有的人夾睫毛中間會夾太用力 然後從側邊看就變直角 變直角睫毛 我的睫毛現在是有點圓弧形的 然後有些人會夾一夾 然後變直角 超好笑 然後下睫毛我現在也偶爾會夾一下 因為下睫毛刷過之後就會很長 然後就會想要把它夾出來 讓它漸漸大家這樣 這樣是第一層睫毛膏 然後為了上舞台的效果更明顯會刷第二層 對你們看到阿潘已經刷那麼多層了 但其實很多人的睫毛就視覺效果上看起來比阿潘還要長 你們就知道他們有刷有多長 笑死 然後我的眼線在浩妝過程中都會掉 因為會一直蓋粉蓋粉蓋粉 或是一直碰大家就會有點掉 所以要隨時記得去補它 很可怕我要繼續刷我的睫毛膏了 我的睫毛肩會變得非常 可是睫毛膏超難卸的 就是卸妝的時候它會變成 勾一整坨黑色的在你的那個卸妝面上面 很精彩耶 會覺得蠻有成就感的卸妝的時候 而且刷這麼長有一個好處 就是你在卸妝的時候會發現 喔有有有 絕對有卸掉 就是有 喔我終於成功卸妝了的那種感覺 所以你們只要以後看到阿潘跟誰拍照 然後誰的睫毛看起來比阿潘還要長 你們就知道他刷要兩次以上好嗎 教你們怎麼跟女生聊天 以後我手會去看一看 然後就可以跟他聊說 欸你今天化妝是不是哪裡不一樣 然後他就覺得 哇你好認真 你好用心觀察我 我好開心喔這樣 很可怕齁 我跟你們說這個就叫做偶像的翼龍術 超長的 真的非常 只是用帶的比較快 可是帶的超明顯 帶的超假的阿 然後現在的妝差不多結束了 就像這樣 這是平常日常妝 看上衣看起來超像素顏的帶 可是這邊才是舞台妝 超明顯 就是在螢幕上也會很明顯 的妝就是叫做舞台妝 然後我現在在等他乾 又可以再加一次 夾到眼皮了 阿潘原本也不會化妝阿 你們要不要去看看我徵選的時候 那個妝多素阿 素到爆 我都想錄 不認得他 哪位 我不認識喔 直接妝不認識 可以支援徵選照片喔 不要支援好不 那根本不知道是誰耶 我不認識 那不是要拍 那是要超速的啦 我那頭只會塗遮瑕膏耶 完全不知道自己有一天妝會濃到這樣 超可怕 我現在妝超濃的 好適合 完成了 完成了 完妝的就很好 需要做一個before after線嗎 這邊是before before after before 什麼 F的 F的 很明顯吧 誰 只看出眼睛附近有差 其實本來就差不多是這樣 除非我現在年紀有點 就是 開始有年紀了 皮膚狀況開始有差了 才會更明顯 然後燙個瀏海 就變成平常你們看到的完美阿潘 把瀏海燙整齊 就是你們平常看到的阿潘潘 沒那麼多膠原蛋白 對 就是沒那麼多膠原蛋白的時候 你們應該就會覺得差很多了 這樣時候就會開始做微調 就是 耗完裝裝 然後看哪裡有缺什麼 然後再加 這樣 有畫沒畫 差別之大 很可怕 各位各位來賓 大家看得還開心嗎 笑死 直接是兩個人 好可怕 我大小眼好眼中阿 嘿嘿 我今天只要用這臉 直播混蛋 我要 我今天一整天弄到這樣 你們不要看這半臉 好醜喔 大小眼超嚴重的 大小眼超嚴重的 好噁心喔 直接大小眼欸 壓到 很明顯欸 好可怕 所以我跟你們說化妝很重要吧 化妝很重要吧 化妝很重要 一邊被打中 你才打中 我等一下就去把你打中 生氣喔 撥了六次頭髮 鐵壁都不會動搖 我的頭髮都不會動阿 我的鐵壁 一眼被打 我沒有被打 蠻明顯的 阿 哈哈 所以我說有沒有化妝很重要 我有時候沒化妝會不想出門欸 可是這已經是有化妝的部分了 其實這樣出門還可以吧 好 可是 嗯 兩邊都好看 可是就直接是兩個人阿 我這樣直播就呈現這樣雙面人啦 我快笑死了 好看跟比較好看的差距 謝謝 兩邊都是阿潘 都喜歡 真會說話 那個瀏海真的好猛 為什麼 這瀏海怎麼了嗎 不會動 它怎麼可能會動呢 可是我現在沒有噴髮膠 我到家 太誇張根本不會放是怎樣 有趣但有發現阿潘還蠻好發覺 真的嗎 是因為我的 是因為我的瀏海 還是因為我的下巴 還是因為我的馬尾 其實我的辨識度好像蠻高的欸 這樣講一講 沒有比較沒有傷害 一眼被打 他另一眼也要被打 等一下哥哥是進來幫我平衡 求不要 痛爆 最愛樂肌的小椅 你好 你是愛凌潔嗎 小椅 你瀏海是假髮才不是假髮 需要有人把另外一眼平衡一下嗎 到底有沒有人可以幫我畫一下另外一眼 好累喔 我不想畫 等一下 可是我跳瀏海之前 瀏海一定會動阿 怎麼可能不會動 怎麼可能不會動 不然我來甩一下 我等一下來甩一下頭 我們來測試一下 怎麼叫鐵瀏海 一定會動阿 怎麼可能不會動 你這陣不要跳 沒有我跳那個副歌而已 只能跳那個甩頭部分 甩甩看 好他不會動謝謝 不會他不會動 不會他不會動 我們驗證了他不會動 謝謝 他沒有要動的意思阿 就是旁邊會眨眨的而已 幫我們撥一下就好了 我擔心你撞到博恩燈 重點是這個嗎 這髮片去哪裡買我也不知道 髮片要去哪裡買 欸我要去噴髮膠 然後為你們實測 你們這樣勇往之前 用力甩頭也不會動的鐵瀏海 只是明天早上起床還要再洗瀏海而已 還好啦 反正每天都要洗 直接實裝一波 就是等一下可能要穿個外套 不然這件衣服很短 很湯很湯 等一下 等他乾一下 再畫下去我會開揍 拜託別 我還記得要上次穿這件甩麥 所以我等一下 我等一下要套個外套 你等我 還是我直接套T-Shirt 我就直接換成T-Shirt 然後塞進去 感覺比較好 這什麼襪子 等我 然後馬上 一手下板 塞進去就好了 太小了 請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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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你們實測 什麼叫鐵壁瀏海不會抖 鐵壁瀏海不會抖 Dance time Dance time Dance time 各位客觀它是不會動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拖鞋哪裡買重點這個嗎 啊 啊 他有幾件沒折的衣服 對啊 剛剛到了 0.0000188公分 我覺得 到底是什麼精準的數字 應該要換高跟拖鞋再跳 什麼是高跟拖鞋啦 我剛剛有說甩麥 它應該也不會掉 甩麥應該也不會掉 甩麥應該也不會掉啦 可是我現在手邊沒有東西可以甩 就是喔 有什麼東西可以甩啊 有什麼東西可以甩啊 看來霧色欸 超好笑 看來霧色 這房間有什麼東西可以當麥甩的 我想看 阿開有個邪惡 有個 邪惡的想法 或有個邪惡的想法 我想想看 我想不到 算囉 他包品用最兇應該就是定型一對 來 掃把 不燙喔 博文燈要借過 甩麥的話 我覺得就會用到一點空間了 笑死 我怎麼甩麥來的啊 不會動啊 怎麼可能會動呢 中途這邊 準備要整個 好想吃 然後可以冷靜的 練鏡 要三個 喔 酸 就是 簾 最瀏海我佩服的舞體投帝 真的 請佩服我瀏海是誰 要不跳了 就是這樣嗎 生理期告訴我不可以暴跳 我會死掉 我怕我會死掉 腰鼠跳都不會動 對啊 所以你們就知道直播是這樣跳而已 可是如果現場跳你們看到我瀏海分岔就知道 我大概是用平常的十倍的力氣下去跳的吧 臨口小心一點 好 謝謝 還有什麼瀏海容易動的歌 鐵壁瀏海挑戰系列 鐵壁瀏海挑戰系列 還有什麼歌 會讓瀏海動的 我們不戰鬥 欸我不會跳啦 不要這樣 我真的不會跳 沒有 不要再跳是因為那個 瀏海之前真的有點 有點激烈 對我來說有點太激烈 小巨蛋組織是怎樣 我不會跳喔 你們是不是想要找一些我不愛跳的歌 啊 これかな これできるかも 這個其實瀏海有可能會開 真的 呃 冷凍 太陽 太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鞋子有點吵 他剛結束就開始跳舞 因為那個啊 我們大概實測 瀏海會不會動 啊 瀏海的時間被停住 可是還是毛毛的 所以我下台之後都會補一下 為什麼東西呢 明日月的物 但是 sunset 我ização встреч的 這個熱紅色 你的熱愛 就是在熱忍мат的 就是這次的受傷 我的歌手 我家中也來拍攝 我和你演奏 是有什麼名字 我真的畫半臉耶 是不是很想起來 我真的想自己裝著畫半臉 超好笑 我現在整個就是兩個人在跳舞耶 就是...畫到...就是... 畫到另外一邊的時候 就是不知道是誰笑死 阿潘故意頭都不動 欸?你們不知道嗎? 我們都會故意頭不動喔 因為這樣就是... 第一個就是...頭髮不會亂 然後第二個就是... 其實...就是...攝影機拍過來的時候 如果你頭一直在動的話 你的臉就不漂亮啦 就是不明顯了 最後一個小訣竅 就是故意頭不能動 這樣 跳什麼歌啊? 還在測試,小寶 跳到第幾首的時候,瀏海會開 拍電手呢 拍電手之類的 拍電手 開始熱了 啊!有一首... 頭髮已經會亂 放下不起來 有一首頭一定會亂 不過等一下 跳一邊看看 我會盡量不到位置 小寶 我會盡量不到位置 不然你們會看不到我 我會盡量到他的手 這滑鞋要掉了 可以收拾 拖鞋要掉啦 超好笑 我的拖鞋就是我腳往這邊 然後它就會往另外一邊去 超好笑的我直接就是控制 控制我的 拖鞋搶劑 這個展圈如果頭髮 好像跟作家斯娃蕾結合 如果我剛腳下樓黏抹布就好了 我把這支抹布然後再 可是不穿鞋很痛耶 可是不穿鞋的話腳一定要受傷 但不穿鞋也要 但是不穿鞋的 如果上有数的 但不穿鞋也要 所以就不穿鞋了 那邊可以把表現的 心中就不穿鞋子 不穿鞋子 那邊可以放進去 我的偷鞋 偷鞋可以聽話嗎 既然你不想再唱 你不想要唱 不想要唱 不想要唱 我一直唱 我愛唱 你不想唱 我愛唱 明天见 我要土石 我的土石 他身边 流血的鄰居阿嬤 阿嬤要哭了 偶像的拖鞋真的不簡單 笑死拖鞋要哭了 拖鞋都想哭了 我知道有一首歌 瀏海應該百分之百的亂 想到了 我覺得這首絕對懶 要哭了 既然成功 無法通過 無法通過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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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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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